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灵命日良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音电台联合制作 礼方主持 中文化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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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e woman said, I know that Messiah, called Christ, is coming. When he comes, he will explain everything to us. Then Jesus declared, I, the one speaking to you, I am he. Now let's pray. Thank you, Father, that you are a loving God. And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always present and that we don't have to go to a specific place to be near you or to worship you. May our hearts be continuously filled with your praises as we live in constant connection with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运日凉 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 第四章的十九到二十六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真正的敬拜者 真正的敬拜者 美国作家安妮泰勒 终于有机会去参观 伯利恒的主蛋堂 在教堂内地下室的最深处 他来到一个小洞穴 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 点了许多的蜡烛 吊灯 也照亮地板的一角 那里有一颗十四银星 镶前在一块土出的大理石地板上 据说那就是基督诞生的地点 然而对他来说 并无深刻的感受 因为他明了 上帝绝不会局限在这个地方 尽管如此 在我们的信仰里 有些地点始终具有重大的意义 主耶稣与锦旁妇人之间的对话 也提到另一个这样的地方 就是他祖宗敬拜上帝的那座山 指的是基利兴山 撒玛利亚人将这座山视为圣地 而犹太人却坚信 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敬拜上帝的地方 但主耶稣宣告的时候到了 敬拜上帝不再只限于某个地方 而是在于敬拜弥赛亚 在于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宣称相信弥赛亚 但他没有意识到跟他说话的正是弥赛亚 于是主耶稣对妇人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上帝并不受限在任何高山上 或者某个空间内 他随时随处都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每天来到他的宝座前 坦然无惧地对他说 我们的天父 这就是真实的敬拜 无论你在何处 他就在那里 知道上帝是灵 他随时随处与我们同在 这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一刻您会因何事赞美他呢 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父 因为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阿爸父都一直地与我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十九到二十六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真正的敬拜者 圣经说 妇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道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 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们的圣经就 公读到这里 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 主耶稣走路来到撒玛利亚 他特别绕道来到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这个城啊 在大魏做 以色列王的时候 它原来是 以色列国的一个城市 后来到了第三代 就是罗伯安做王的时候 就分裂成为北方的以色列国 以及南方的犹大国两个国家 而北方的以色列国呢 就以撒玛利亚城作为首都 后来以色列国就在主前721年 被亚树王国了 那么以色列人就从本地被俘虏到了亚树去 而亚树王呢 就从巴比伦 其他等等的地方 把人迁移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城 从此以后 撒玛利亚就成为一个 混合民族的地方 也从那个时候起 撒玛利亚就成为 古代北方以色列国一带的统称了 不再是仅仅指撒玛利亚城而已 所以那个地方的居民啊 被称为撒玛利亚人 这样犹太人呢 因着撒玛利亚有种族混合之嫌 就不肯承认 他们是以色列的民族之一 当尼西米回国建造城墙 撒玛利亚人想要帮助他们 建造耶路撒冷的圣城 可是被犹太人拒绝了 从此以后呢 这个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就 彼此仇视互不来往 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 根本就不是神的选民 他们与犹太教无分无关 而撒玛利亚人则在当地 他们另外设立了一个拜神的中心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我们就看到主耶稣 他不像一般的犹太人 是不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 主耶稣特别绕到这里 为的是要来到雅各的井旁 为的是要来到一个在犹太人的眼中 在撒玛利亚人的眼中 看他都是有罪的妇人 这个妇人趁着日正当中的时候 他出外打水 从表面上来看 我们的主耶稣是因为走路困乏 坐在井旁 等候有人打水的时候 可以给他喝 其实是我们的主 这位无所不知的救主 怜悯这个被众人所唾弃的女子 神要赐给她得救的机会 我们的救主知道 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这一个不良的妇人 需要福音 需要得到得救的机会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都是感觉不满足 感觉饥渴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满了饥渴 渴望可以得到满足 所以人们以为 金钱学问地位 能够满足他们的饥渴 就像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她已经换了五个男人 现在所拥有的这第六个 也不是她的丈夫 她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女人和其他的人一样的 就是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因为没有神 主耶稣就对这一位打水的妇人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我们应当知道 人所求的都是现实的 看得见的 属世的 物质的 世人不是顾念 看不见的 所顾念的 都是所见的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 但是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 才是永远的 就像雅各井的水 是看得见的 但是喝了 或许能够暂时的止渴 但是喝了 还要再喝 永远得不到满足 可是主耶稣所要赐的水 是要在相信者的里头 要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 就非常的幸福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水 不是别的 乃是圣灵 在哥林多后书 三章的十七节 告诉我们 主就是那灵 主耶稣就是那 赐人生命的灵 祂是永生 人所求的都是 神以外的东西 是属物质的 但是神的恩赐 是祂自己 神在祂的儿子里面 把自己当作恩赐 赐给人 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 神自己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真的知道祂 真的知道神的恩赵 和神的恩赐 是神的爱子 而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 耶稣是基督啊 祂是神的儿子 神要我们信祂 因为信神的儿子 就可以因祂的名 得生命 因为我们的主 就是生命的源头 祂就是乐和的水 祂才是真正 能够填满人生 虚空的救助 唯有得到神 我们的主所赐的 生命活水 才能从根本上 来解决 人生的虚空 人生才能得到充实 当然我们都知道 充实的人生 是永远的生命 那么永远生命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 永远的生命 乃是说到 在我们的里面 需要有一个 属乎神 来做生命上 与神的交通上 我们的服事上 和永远的将来上 有关于神的一切的根基 因为我们都知道 神的国 它不仅仅是一个范围 它更是一种情形 而只有属于神的 才能够进入到 神的国中 所以在神的国中 每一样东西 都应当是属于神的 也就是说 没有别的东西 就是不属神的东西 可以存在在神的国里 所以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里面 有个属灵的生命 这个属灵的生命 就是一定要与主联合 与主联合的生命 就是与主联合的性质 是分享神 自己的生命 神 他那神圣的生命 神要与我们联合起来 我们应该都知道 生命的本质 乃是一 这就是一个身体的生命 与主联合 就是接受神的生命 因此 无论我们是在侍奉上 或是在生活上 我们都是受到同样的这个原则 来与神交通 这个原则要支配我们 这个有力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 按照神的大能大力 要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还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 这一段经文 说到撒玛利亚的妇人 这个妇人的生命里面缺少的 就是活水 和这个世界上所有 有学问 有地位的人一样 都是干渴的 并不是只有这个 没有知识 生活不检点的妇人 才是干渴的 人人都干渴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干渴的 认识了主的人 人的干渴 才能够得到丰富的滋润 虽然主耶稣和妇人的谈话内容 是关乎物质的水 但是主的话所指的是 人里面的干渴 当然人里面的干渴 是因为从伊甸园的堕落 所带来的结果 从先祖亚当夏娃 宣告离开神 自己独立开始 人所注意的 永远是人和人的需要 人所做的 连同人工作的方法 都是放在 人所注意的 这个范围里面 就像这个妇人 问主耶稣说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从哪里得水呢 所以您看 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方法 当我们 总是在注意方法 把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 人的身上 那么我们当然是 看不见神 也想不起神 干渴的时候 就只有用尽 各样的办法来解决干渴 人是没有办法 永远地解决这个干渴 所以干渴总是 那么无情的 一代又一代的折磨人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 永远解决这个干渴的问题 主耶稣说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 要接上那个活水的源头 主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这个永远不可 是说 人得到的满足 到一个地步 就是 你再也不会觉得 有所缺陷 再也不会受到 那个不停地 使人欲望 无法停止的折磨 就是 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也是一样 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接上 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源头呢 就像主要救这个妇人 他首先要他知道的是 他现在是活在罪中 人需要面对的是 自己的罪的问题 因为罪的问题不解决 人就接不上 生命的源头 我们真的相信主了 我们就要脱离罪 真心地跟随主 主所说的 我们就去做 主没说的 我们就不做 就像主耶稣对这个妇人说 妇人你当信我 意思是不要再逃避 闪躲了 在神的面前 人的罪是掩盖不住的 妇人就把话题转到了 敬拜的中心 妇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主耶稣就明确地指示他 什么叫做敬拜 敬拜的对象又是谁 若不是把敬拜的对象弄清楚了 那个敬拜的地方 敬拜的方法都是毫无意义的 宗教都是非常喜欢注意传统 所以地点和方法 他们很重视 这个妇人所说的基利兴山 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 所遗留下来的习惯 这个根本就是一种属人的宗教 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 它是律法的权威中心 所以这些个宗教事物就把神和神的心意给遮挡住了 教人只看见宗教的外面活动而看不见神 但是主耶稣却要人去注意神自己 我们看主耶稣的回答真是非常的感动人 主耶稣说 你们拜父 主把人和神的真正的关系点明了 主耶稣没有说拜神 他说拜父 既然要敬拜 敬拜的对象是父 这是一个恩典的宣告 全世界的宗教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当作父的 可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 因为这样神与人才有正确的关系 敬拜就是承认神的琐事 也承认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 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他赐给我们人类的是一个非受造的生命 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使人可以永远地活在他的荣耀 跟他的丰富中 您说这样的神 配不配我们来敬拜他呢 但神所要的不是仪式 乃是心灵和诚实 是心灵和诚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地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 主啊你也告诉我们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认识你 主啊你所选利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心 你所要的奉献 是我们这个人 求你帮助我们懂得 用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为主而活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 因为我们要重视神所重视的敬拜 所以我们要将外表的和形式的敬拜 改为里面的心灵和诚实 主必接纳我们 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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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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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